今天做南枣核桃糕 包含详细完整的枣泥做法 枣泥可以用来做蛋糕、月饼和其他糕点 准备300克带克核桃 把壳去掉 把果肉取出来 取出来大约220克核桃汁 把核桃汁放在烤盘上 摊开 然后进烤箱 150度上下火烤10分钟 烤好后倒出来冷凉 核桃汁有一层苦皮 要把它去掉 用手揉搓就可以去掉 准备500克红枣 用清水洗干净 然后撈出来控水 把枣肉剪掉 然后倒锅里 加清水 水和枣肉齐平就可以了 盖盖中火煮20分钟 煮好后直接放泼机里 少加点水 能把枣肉打成泥就可以了 不要加太多 不然会增加后面炒的时间 打好后再倒回锅里 然后一直小火炒 要不停搅动 防止气泡溅出来 来个特写 这种气泡溅到皮肤上 就会立马烫成水泡 一定要小心 一直用小火 不停搅动 慢慢的会越来越粘稠 搅到气泡不会溅出来的时候 加30克玉米油 继续不停搅动 炒到枣泥和锅底很容易分离的时候 加200克麦芽糖 再继续炒 倒枣泥粘成一坨的时候 加30克黄油 炒到黄油融化 让枣泥把黄油吸收掉 最后 倒枣泥表面油亮光滑 而且不沾刮刀 这样枣泥就做好了 做好的枣泥冷凉后 放冰箱密封保存 可以用来做蛋糕 月饼和一些糕点 我们这里做核桃糕 把核桃放进去 拌匀 模具里铺上油纸 把核桃糕放进去 压实 表面压平整 放着常温冷凉就可以了 最后脱模切成块 这样 南枣核桃糕就做好了 做好的核桃糕 口感偏软 吃上去有浓浓的枣墙味 很适合老人和小孩 石头美食 今天还美食 我是石头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石头